看一部电影提摆为人生 这里是唐司令说电影 当大男子主义者赤身女权世界 两种观念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电影男人要自爱 为了吸引喜欢的女孩注意力 五岁的达米尔当着所有同学和家长的面 穿上了白雪公主的裙子 没想到这一穿啊 就给她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心理阴影 她被到家群嘲了一份 成年后的达米尔依然没有摆脱 童年阴影的影响 她会近期看心理医生 就像是在为了改变她小时候没有女人缘一样 现在的她月女无数 弯弯不负责 恋爱不结婚 游走各大社交场合中 特征是游嘴夸舌 游枪划调 特长观察女性 爱好嘛 征服对她态度冷淡的冰山美人 她还在公司提出了一款名叫 弟弟良机的测制软件 完全无视在场女秘书的感受 搞谈阔论着 这款呢用来记录男人性行为频率的软件 周向道可将约过的女生 按照发色国籍分类 彰显着他们的胜利战果 还深受公司老板和男同事们的一致好评 也燃一场小心大男子主义讨论会 下班后呢 去了既有小胖的作家秦明慧 立马呢又看上了既有的女秘书 爱丽山卓 对方有点高冷 她便去调情了另一个叫西比尔的女孩 达米尔每天都很忙 忙着调情 忙着看路上的美女 以至于啊 她走路都应接不暇 伴随着哐当的一声 她撞路干上了 路标上写着的神父墓园 醒来后啊 却变成了修女墓地 她以为是自己撞的眼花 没有多想呢 就跟着小胖一起回家了 路上啊 小胖还和她聊起 刻意提升淡淡的家电内裤 分别的时候 对达米尔进行了goodbye kiss 达米尔依旧没有多想 只是电视里的广告 男人穿短裤露大腿 行李的男权主义者 要求女性国户议员下台 衣柜里的衣服都花花绿绿的 走在路上 还会被女人夸赞可爱 达米尔来到公司上班 之前的男同事都不见了踪影 之前的老板女秘书变成了老板 而老板变成了秘书的秘书 秘书立马否决了 他昨天的弟弟良姐 而是拿出了一本 将妹妹良姐的策划书 达米尔觉得秘书在玩他 一把卫生棉砸到了秘书身上 于是他就被炒鱿鱼了 达米尔那叫一个生气 他跑到酒吧喝酒 女老板嚣张地和旁边 带头巾的男性过客吵了起来 理由是他不卖酒 给带头巾的男人 达米尔飞奔父母的面包店 母亲在做重活 父亲也在收银 父亲还一个劲催他 赶紧找个女人依靠 他想保孙子 达米尔接受不了这个现实 跑到心理医生那里看病 报告显示他没有问题 只不过他连国家女总统的名字 都不知道 女总统 总统什么时候变成女的了 达米尔那叫一个崩溃 周围的一切都变了 女人们都穿西装和工装 没有短裙 没有大白腿 原来他来到了一个 男女地位颠倒的平行世界 多怪哪根路杆 达米尔立马找到 哪根路杆 想要撞回去 好疼啊 这一撞 达米尔认清了周围 既来之则安之吧 他照样可以和女人约会啊 西边尔找到酒吧 有一群女人围着看 跳钢关舞的男人 达米尔此行的目的就是 不管在哪个世界 他都要征服 生命里的每一个女性 可是那晚他的胸毛 被西边尔嫌弃了 达米尔吃了败仗 好气有小炮 二话不说 就给他做了全身脱毛 这个世界的女人 对男人的审美标准 就是要干干巴巴的 光光流流的 圆圆润润的 盘他 小炮和秘书 爱丽山卓的职位 也叮倒了 爱丽山卓成为了作家 小炮呢 成为了秘书 小炮老婆生了孩子 小炮必须和爱丽山卓 请产假 于是失业的达米尔 就自告奋勇的 顶级了小炮 当起了爱丽山卓的秘书 为啥达米尔 是自告奋勇 爱丽山卓 可是他在那个世界 渴望征服的冰山美人了 这个世界的爱丽山卓 自信 魅力 健硕 还有一大堆的男床 奕然一副女版的达米尔 两人一见面 爱丽山卓就让达米尔 摸他的腹肌 可谓充满了调斗意味 在达米尔的世界 他才是主动调斗的一方 爱丽山卓的强大控场 挫伤了达米尔的自信 秘书当了一天 达米尔就提出了辞职 他忍不住爆发 说出他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事实 他习惯了负责称赞美女 习惯了对他们吹口哨 他也不是任何人的秘书 而是一名手机软件工程师 爱丽山卓听了后 觉得达米尔口中的世界很稀奇 他灵光一闪 可以用这个卖点 当他下一部作品的核心 正好可以让女权世界的女人陷入思考 于是他开始有目的性的接近达米尔 希望通过和达米尔的接触 来获取他创作的素材 对达米尔来说 爱丽山卓是第一个 对他原来世界产生兴趣的人 这一点让达米尔获得了点平衡 至少他没有被爱丽山卓当成义赖 而且他还可以把爱丽山卓 当成一个素杖的窗口 两人的感情也持续升温 达米尔也愈发注重 自己在爱丽山卓这儿的形象 陪着他参加各种社交场所 爱丽山卓就带着达米尔 去到了一个神秘酒吧 那里的人们都化妆 爱穿裙子和高跟鞋 或许他们就是这个世界的同性恋 就让达米尔找到了原来的感觉 他像是回到了原来的世界 两人竟由这一次 彻底是爱上了对方 可是爱丽山卓之前的男宠 找上门来了 他指出达米尔只是 爱丽山卓的新狩猎对象 他每成功一次 就会在瓶子里放弹珠 弹珠的数量之多 可以看出他已经说过累累 像极了达米尔当初设计的 弟弟良记 爱丽山卓对达米尔的解释是 其他人都只是玩玩围独 对他是真心 达米尔笑出了声 这不就是他在那个世界 经常用来泡妞的台词吗 虽然爱丽山卓开始是 抱着目的的接触 但是后来他真的 把达米尔放入了内心 不然他不会中途放弃 书籍的出版 而且还要和他老公离婚 那你结婚了 达米尔居然爱上了一位 和自己一样属性的花银大萝卜 达米尔直到后 就开始天天一泪洗面 天天买醉 差点就要在酒吧里 被其他女人侵犯了 还好 爱丽山卓及时赶到 拯救达米尔于水深活着中 爱丽山卓和达米尔坦白了一切 包括他把达米尔的经历 写成了书 还有为了达米尔离婚 达米尔还是很气愤 二话不说 两人就打了起来 醒来后的爱丽山卓 来到了另一个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的女人们 都爱穿短裙高跟鞋 鞋上呢 还有游行示威的女权主义者 显然啊 他来到了达米尔的世界 当然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电影里有男女地位对调的设定 让男女之间 可以站到对方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不管是男权至上的世界 还是女权至上的世界 或多或少啊 都会存在着不平等 不公平 说不定我们更想要一个 男人和女人互相支持的世界 好了 今天呢就废话到此 下期见啦